大家好,我是Joe Lee 今天向大家分享一篇纽约6月13日路透社的新闻 币安美国交易所因稳定币崩盘被加密投资者起诉 Binance US及其首席执行官周一被一名美国投资者起诉 该投资者声称加密货币交易所在所谓的稳定币上个月价值暴跌之前将TeraUSD错误的推销为安全资产 稳定币是与美元等传统资产价值挂钩的数字代币 在加密市场动荡时期作为避风港很受欢迎 但上个月TeraUSD的价值暴跌打破了1比1的锚定汇率 并导致比特币等其他加密资产暴跌 在针对Binance和首席执行官Brian Schroeder的诉讼中 犹他州居民Jeffrey Lockhart表示 Binance错误地将TeraUSD宣传为安全并有法定货币支持 而实际上它是一种未注册的证券 Lockhart表示 Binance未能在美国政府注册为证券交易所 这限制了平台上交易资产的披露 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代表Lockhart的律师事务所Dancing Nagy 与Faysak的Tibor Nagy说 Binance和其他交易所是导致这种破坏性 未能遵守证券法的关键因素 加密货币交易所通过藐视证券法 并对真实的人造成真正的伤害 而获得了巨额利润 Binance发言人表示 该交易所已在美国财政部下属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 FinCN注册并遵守所有适用法规 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些说法毫无根据 我们将大力为自己辩护 该发言人补充说 交易所将把Terra USD下架 这是在提起诉讼之前做出的决定 Lockhart正在寻求让自己和其他在Binance上 购买Terra的投资者注册为一个班级 在2020年的另一起诉讼中 投资者指责币安出售未注册的代币 并且未能注册为交易所或经济交易商 曼哈顿的一名联邦法官在3月驳回了该案 称投资者在损失后等待太久才提起诉讼 并且美国证券法不适用 因为币安不是国内交易所 投资者正在呼吁 相比之下 Lockhart的诉讼针对的是Binance的美国部门 并且是在Terra USD倒闭几周后提出的 他的诉讼是在美国参议员两党团体上周提议立法 让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而不是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在监管加密货币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之后提出的 CFTC通常被认为对加密货币更友好 因为SEC发现加密资产应被视为证券 加密货币周一继续下滑 比特币触及18个月低点 第二大代币以太币暴跌18% 以上分享仅供参考 加密货币和其他虚拟数字资产是极具投资风险的 我的频道仅仅是和大家分享相关新闻 因为我是一个对于社交媒体 加密货币与数字虚拟经济 网络赚钱 高新科技有浓厚兴趣的创作者 如果您对这些感兴趣请您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